大家叫我谢铁柱 拆良团体释出新影片 用布袋系口吻制作大型玩偶 讽刺谢国良战果持续延烧 国民党全党迎战 桃园市长张善震 上周末到基隆力挺谢国良 北北鸡桃心连心 谈到月票好正机 不过拆良团体炮轰 月票这事是民进党提出 和张善震谢国良有啥关系 北北鸡桃通勤月票 是2022年张善震与谢国良市长 在立院公厅会大力推动才成行 而民进党建民调走高才紧急跟进 今天霸梁团体扭曲政策背景 民进党当中我们最早提出来的 所以这样都是中央地方 大家一起攜手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特别做这个收割 倒是如果大家去看最新公布的县市长的满意度 吊车尾的是哪几个县市 摊开时间线 2022年10月张善震脸书发文 陶北北1280月票 几天后和谢国良一同到立院参加公厅会 隔月9号 绿营北北鸡桃候选人加码提出1200块的月票 后续被国民党批评骗选票 1280方案牵涉到台铁交通部 还有这个新北双北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这是非常具备运景的一件事情 财狼团体强调1280和1200根本不一样 百年大党连这都搞不清楚 1200月票也的确是行政院交通部所推出 怎么还没选上 就是他人没评估财务 选上了就是自己的政绩呢 毕竟月票政策对民众来说最直接有感 罢民案面临冲刺阶段 相互攻防 当然不能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